你一定想不到印度乡村土皇帝 人称地主家的傻儿子的哈里 对自己的补脑计划是有多执着 今天哈里安排仆人为他还要老爹魏斯里准备了 一条重达二十斤的横河大鱼 四斤横河小鱼 二十四个鸡蛋以及六斤极具印度特色的 咖喱喂的酸奶 今天哈里要和老爹魏斯里一起好好大吃一顿 这么多鱼肉一定能很好地补补脑 为自己增加更多的脑细胞 哈里相信自己会很快完成自己的补脑计划 等到那一天 哈里决定一定要在村里兴住几天 让仆人开着拖拉机 自己带着大红花坐在拖拉机上 在乡镇上跑几天 让这些乡里乡亲见识一下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哈里 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哈里 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要不要剃个光头比较好 仆人分歧以及清洗完鱼肉后 开始为哈里和魏斯里 烹饭烹饭鱼肉后 烹饭鱼肉后 烹饭鱼肉后 特意要求的 魏斯里觉得分其成鱼块会更入味好吃一些 一条完整的鱼不入味 吃起来口感不是很好 魏斯里原本不想吃鱼 只是由于早晨睡懒觉 没有吃早餐 感觉有眼饿 还是决定硬着头皮 陪自己好大儿哈里吃鱼吧 哈里听到魏斯里决定陪他一起吃饭 哈里很开心 哈里听说对于年龄大的人 多吃鱼也能补补脑 哈里就想着自己的老爹魏斯里 也应该要多吃鱼才好 只是魏斯里现在真的不喜欢吃鱼 很难让他心甘情愿的 好好吃一顿鱼肉 仆人很快烹饪好了食物 也把食物一一摆放在了餐桌上 只是这天突然暗了下来 很快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了 再大的雨 也挡不住两个吃货要干饭的决心和热情 仆人很贴心的在餐桌上面 置了一个掌握 即使大雨来临也影响不大 哈里和魏斯里早已经饿得鸡肠碌碌 前胸贴后背了 坐到餐桌后 哈里和魏斯里分别拿起一块脆皮炸鱼 大口撕咬起来 哈里和魏斯里吃得很快 这鱼块就是好吃 仆人腌子的很入味 鱼肉块外面焦黄酥碎 里面鲜嫩多汁 尤其是鱼肉的香味 裹着咖喱的辛辣味 不断地刺激着哈里和魏斯里的味蕾 让两个人瞬间胃口大开 一块接一块的鱼肉被送到了两个人的深渊巨口中 简直是好吃到停不下来 吃了会鱼肉 哈里和魏斯里开始采用哈里自创的吃鸡蛋大法 来解决餐桌上的24个咖喱虎皮鸡蛋 此时天空已经下起了大雨 原本燥热的天气瞬间变得凉爽起来 哈里和魏斯里汗湿的衣服慢慢变得干燥起来 感受着阵阵凉意 哈里和魏斯里的胃口再次打开 很快餐桌上的食物就被两个人吃得差不多了 就剩下一块咖喱脆皮炸鱼和一个咖喱虎皮鸡蛋了 还有仅剩不多的大米饭 哈里和魏斯里把餐桌上的食物 进行了分配 每个人吃了一半的咖喱虎皮鸡蛋 魏斯里把大块的咖喱脆皮炸鱼块留给了哈里 毕竟今天是哈里的补脑计划 哈里还是需要多吃鱼来好好补补脑 这浓浓的负责情也是一个老父亲对儿子最深沉的爱 哈里和魏斯里很快完成了光盘行动 吃完了餐桌上不人烹饪的所有食物 接下来再来一碗饭后甜点 哈里和魏斯里开始解决极具应付特色的咖喱酸奶 感谢收看这期的视频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人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吗 谢谢 下次如果想看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更快的找到我 谢谢 下期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异域风情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哈里和魏斯里的造饭时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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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